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颗我正在开花的石壶 这颗石壶是黑毛石壶的杂交品种 它的名字在这儿 叫Dunjorbin Foster Dunn 中文名字叫丹玛丽石壶 是原生黑毛石壶的杂交品种 之所以叫黑毛石壶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杆子 杆子的话你看它这个杆子上面隐隐措措 有一些那个黑颜色的像毛毛一样的东西 其实它这个黑毛只是它的 它这个皮里面的 在这个皮里面外面摸上去并没有那种毛状的感觉 这个丹玛丽它有一个欣赏点 就是在它的这个花的那个舌部 你看舌头非常的鲜艳 是一种那种红色的就比较深红色的一个舌 而且这个红色的面积比较大 然后再配合它花瓣的这种白中带绿 绿中透着一点白的 而且还有这种条纹状的那些图案 所以的话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 另外一个特点的话我觉得这个丹玛丽石壶 它的花期还是挺长的 而且比较容易来花 我这一颗丹玛丽其实去年夏天就开过花了 然后你看现在才早春还没到夏天 它又开了第二次花 而且你看这另外一个杆子上 这里还有两个两个花苞 而且这个开花的杆子 同一根杆子上我发现了 它还有正在孕育别的那个花苞 你看这里这里有一个花苞 然后我看好像发现这个底下 对在这个叶子下面 在这叶子下面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花苞 这个也有一个花苞 所以它还是比较比较情花的 然后花比较大气 然后颜色鲜艳 但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香 这个整个黑毛石壶基本上都是不香的吧 我感觉好像虽然很多石壶是香味是很浓郁的 但是黑毛类的石壶我感觉都不是有香 都不是有香味的那种品种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红的舌头的话 花舌的这种花的话 而且喜欢这种丹玛丽的它的花的形状的话 其实可以买一棵来试着养一养 然后它的花期也是挺长的 然后我这个应该开了好几个星期了 至少三个星期以上了吧 然后也没见有凋谢的迹象 而且这个新的花苞还在孕育中 它这个花瓣摸上去是有那种油油的那个蜡质的感觉 大家好 今天是我给这一盆 咋叫的黑毛石壶拍的第二个视频 其实第一个视频的话拍的时间是四月初 现在已经是七月初了 你看四月份拍的那些花现在还在 也就是说过了三个月了 这个花一点凋谢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原来第一个视频里面出现的花苞都已经开了 这个花还是挺鲜艳的 对比非常的鲜明 花期又长 至少现在三个月过去了 它的花还是这样的鲜亮 据说这个花有可能长到 花期有可能长到六个月 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是一株非常值得购买的 或者培养的 一株黑毛石壶 特别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花色的话 在我的频道里面 上一期讲胡志明亚洲多兰的时候 其实这一颗黑毛石壶是路径了 然后有一个非常细心的观众 就发现了这个黑毛石壶 然后问了我一些问题 首先他是问我这个黑毛石壶 怎么样怎么样养才能够养得这么好 其实我这个黑毛石壶就跟其他的 我的兰花一样都是在那个 桃利半水培的那个 环境中生长的 我想这个黑毛石壶 从广义上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春石壶的一种 所以的话 我觉得它的培养方式 应该也是跟春石壶类似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它不需要春石壶 那么高强度的光 也就是说它不需要 比如说阳光直射 当然如果你有早上 九点钟之前 或者傍晚六点钟以后的太阳 直射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光照条件 不需要春石壶那么强的光照 同时它又需要比较明亮的光照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冬天 其实是有短暂的休眠的 虽然它的休眠状态 没有春石壶那么明显 也就是说它可能叶子不会掉光 所以的话 你还是要保持它一定的湿润 就是说不能像春石壶那样 完全肝脏 这就是这两点我想说的 然后关于植料的问题的话 因为我是 基本上都是在桃利半水培里面养兰花的 所以我的植料都是桃利 但是我想这个春石壶的话 或者说这个黑毛石壶的话 它其实是在任何植料里面都可以生长的 只要你对你的植料 比较有心得 比较有把握 或者说比较有经验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积极生长期的话 给它给足水肥就可以了 当然最好要那个见干见湿 对吧 薄肥琴湿 这都是那个一般的兰花培养的 那个比较基本的原则 同样也适用于这个黑毛石壶 所以的话 这个黑毛石壶 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一种石壶兰 主要是因为它的花期长 但唯一的缺点是它其实是没有花香的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其他人提到这个黑毛石壶是有香味的 但是我这一株你想它开了三个月了 我都没有闻到过它的香味 所以我确定它应该是没有香味的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颗黑毛石壶 它的那个名牵 是那个丹玛丽石壶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会把这个视频和我四月份的视频 把它们编辑在一起 这样的话 你可以大概的看到这个前后三个月之间这个石壶的变化 从这个花来讲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花有点像塑料花 但其实它是真的是活的那个石壶的花 所以值得一养 好了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我的频道对您有用 或者是您觉得我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大家订阅 谢谢